公元713年 伊斯兰教纪元第91年 塔利克和穆萨的会面气氛十分尴尬 虽然双方表面上都互相尊重 但是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敌对的火药味 哈利发下令让塔利克和穆萨返回大马士革 但他们拒绝听令 不愿意自己的荣耀被抢走 他们将军队一分为二 兵分两路 塔利克北上 而穆萨则朝着萨拉哥萨进去 西哥特当地的一位勋爵意识到我们强大的实力 宣誓支持我们 那位正是穆尔西亚的奥德米尔 穆尔西亚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繁盛的经济 是一位非常得力的盟友 然而我们却有一位新的危险敌人 他就是西哥特的贵族阿斯图里亚斯佩拉尤 他竟能将本来不堪一击 负于顽抗的残敌 重塑成一块难啃的骨头 在他阿斯图里亚斯的领土中 一支强大的军队正在集结 准备对我们还击 如果我们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乘着真主保佑 我们或许可以一路打到赛地马尼亚去 我们的团队准备跨越埃布罗山谷 进入赛地马尼亚发动击空 萨拉科萨和纳波纳城邦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让他们尝尝我们军队的愤怒 大人 乌尔斯亚的奥德米尔向我们宣誓效忠 并承诺定期向我们提供供帝和士兵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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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